再来关心几条来自奥克兰地区的资讯 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就显示 大洋洲地区最大的行政区 奥克兰政府在去年下半年的营运状况有不俗的表现 奥克兰议会宣布2012到2013财政年度的下半年实现税后盈余 四亿七千八百万纽币 这期间的净财政盈余为六千二百万纽币 净资产增加了四点五五亿纽币 奥克兰议会的首席财务总监Andrew就表示 当局致力于改革和节约开支和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取得了成效 奥克兰政府的目标是创造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 未来将由许多大型城市基建计划陆续的展开